中东战火因为以色列一轮猛攻陷入空前危机 尽管美国总统拜登拉着老脸挂保证 结果确实这样 现在以色列磨刀祸祸瞄准下一个目标伊朗 拜登才暗示不要攻击核设施 死对头却立刻火上加油 洪炸核设施的影响恐将殃及整个中东地区 美国试图阻止得到的确实已读不回 专家分析无视美方斡旋的以色列一旦进攻伊朗 就算不打核设施也会锁定油田 甚至是掌握90%出口量的港口 消息传出伊朗民众群情激愤 一口咬定美国就是藏进人 眼看一场多边大战就要爆发 川普有勇无谋 拜登有心无力 能不能力挽狂澜 引起全球瞩目 三连新闻综合报道